And I'm gonna be someone you knew Saudi,我是Chris 欢迎大家再次收到我们的频道 这次我们就冲出曼谷 感谢金主爸爸KK Day 赞助 我们这次来到12个小时的私人包车团 这次就会由我去办好行程 和大家去参加这个不逼苦的一日游 很厉害啊,很大力啊 来到这个波多多的油站 其实都是暂停去一去洗手间 可能就会之后就会继续出发 这样的 这次我就载了一个12个小时的私人包车团 听好整个行程来到 可能又会和自己改来改去 那就非常之适合我 这次就会和大家 首先去了Safiri的动物园 带大家看看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欢这个长颈鹿 接着会再去其他cafe 再去这个北壁虎 最出名的桂河大桥 再去其他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这次就会和大家一次过开箱了 Kid Day 提供一较标准五座位的包车 就有司机最多四个乘客 可以坐这辆车 这次来到就非常之惊喜 就是他们和我安排了这一辆 就是Honda 叫做最大的一辆款式的房车 相对来说 那个脚都是伸到这直 去这个Cajunabuni不壁虎 都要三个小时的车程 我车的过程都算是舒服的 还有司机都是非常之好人 他一直都会和我们 用少少的英文和我们沟通 譬如大家真的突然间有什么需要 去厕所或者是想吃东西等等 他都会从旁协载 这里都是我暂时体验到非常值得赚的地方 我们今次的频道叫做第一次去拍一个一天的旅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来到这个Safiri的动物园 可能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这里全部都是收现金的 入场卷就550元泰银一位 那记得来的之前 带齐你的现金买入场卷 或者去拍一些场景录的照片 之前和KK Day他们都夹过 我要自己来到这里去设计那些动物园的拍照 那他就说叫我来walk in 试一下 你好 您好吗 您好吗 是的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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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点20分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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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突然间说 摆了10分钟的长几屋拍照 我们已经上了那辆育动物的车 突然间跟我说我们现在可以 现在就上了长几屋拍照的车 我什么都没见过 就直接上了拍长颈录 现在 哇 很多长颈录 这是灭样吗 哈哈 你能够夹吗 我能够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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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长颈录 哈哈哈 不要 哈哈 推 好厲害 他們很大力 嘩哈哈哈哈 很好吃的聲音 我忘記了我們拍照的車就是那輛車 他以為我們還有食物 我們來整個體驗是很棒的 我拍完相片 然後就單獨拍照 之後我再拍完面 整個時間是非常棒的 我們都是攝時間出來的 所以他一看到食物 或者他就算我們拍完沒食物 可能真的開心 他不肯走 哈哈哈哈 很大很大 他們不捨得我們 我們可能真的 整個體驗真的非常不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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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車尾 啊 一百泰珠就有兩套 兩套總共有四套 這個挺過癮的 我們今天搭的巴士 超小的 很深刻 很小的 哈哈 就這樣小的 一杯 你很喜歡 我們就有這個 空蘿蔔 空蘿蔔 準備去餵動物 我叫一個小蘿蔔 我叫好小蘿蔔 我叫餵小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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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叫餵小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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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這樣 讓牠們先餵了 不要讓牠們一次過吃完 留在最後這個 就讓牠們餵長幾輪 我可能會放在這個位置 長幾輪就會過來吃 大家看到這個 那個手位是可以伸出去的 我根本就等於和坐 曼谷巴士一模一樣的進階版 就是這樣 所以一會兒我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這麼近 那隻窗一定要開 然後再開到盡 然後再開一聲 它就會開到盡 這裡了 這裡 這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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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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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是你了 不要爭,不要爭 沒有了,沒有東西吃了 留給牆壁吃 喵,遇到你 不像喵 喵喵 吃了喵媽 喵喵 沒有了 一隻老虎,什麼都沒有 嘩,很大的獅子 我有理由,絕對相信 我們才是動物園 你看牠們,鬼死這麼開心 牠們都不理睬你 你又來,又來,有些東西給我看 我都不看 這樣反過來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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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物園 其實都成立了三十幾年 餵動物呢 可能都是幾年間的事 可能成立的宗旨呢 就是為了去宣揚這個保護動物 還有最舒服的方式 讓牠們在這裏居住 絕對沒有什麼 雙頭動物 反而非常保護牠們 反而變成我們 有輛車這樣走過來 變成我們 讓牠們看我們 讓牠們參觀我們 整個過程呢 整件事是相反的 所以都 比較特別的 這裡 在這裡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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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有拍照 有拍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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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跟剛才的拍照 是一模一樣的 好 超興奮的 試客來了 那條長的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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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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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從哪裏走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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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好 好 好 我剛剛問你 有牠們 問我們有幾隻 我們就說有四隻 剛才他說最多在這裏有五隻 如果只有三隻 帶你過來就不會那麼英俊 拍照,拍照就走進去,捐進去 不哭啊 可以開門進去拍照 那個便會開心一點 我們今天去完Safiri的動物園 整個過程很興奮 你看到我呢,整個人真的很興奮 整身都濕透了 因為我們剛好來到,就是十一、二點 現在差不多完結了 其實我們八點鐘出發,來到現在 完結了,大概是一點多鐘 這個時間可能給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就要留意這些時間 可能就來到 可能好像我這樣帶來的風扇仔 就可能會好些 你看到我呢,全身都濕透了 雖然整個過程真的很興奮 那我們現在去下一集 這個呢,這個就是貓子的 網紅咖啡店 The Village Farm to Cafe 這個CG大路 我們在這邊進去 這個呢,就是那個 網紅咖啡店外面的範圍 原來呢,我們都看了很多 Youtube 片都來到 結果就看到原來這個 哇,這個超美的位置去拍照我們 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打卡位 剛剛我和朋友仔 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但是我們呢,現在 我們點幾兩點鐘來到 這個位置真的好曬 一條路都沒有 但是我們來到這裡 看到那個風景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看到那些綠色 那些太陽剛剛射到過來 這個位置 拍照是真的一流 不過現在真的不說那麼多 走了,我們真的太熱了 還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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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紅推介這個 這個 Hamakua 桂包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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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 你看到這個 有些生意有飯吃 也挺個人的 也有很多食物 有些沙冰 有些心太軟的食物 有什麼見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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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咖啡 Chinese咖啡 我們現在第二站就來到 The Village Farm to Cafe 這裡是一個網紅的咖啡店 玻璃的設計非常漂亮 斜角形 這裡的採光也是非常光亮 聽說這裡的食物 也是非常好吃的 剛才我們進來之前 也去了剛才外面的花園 看到中間那棵樹 非常漂亮 非常適合大家來到這裡 拍照打卡之餘 就享受這裡非常漂亮的食物 他們的工作人員來到這裡 招呼也是非常好 現在就和大家試一下這裡的食物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個網紅包是一個 好像香港的菠蘿包一樣 是這樣的 然後那個麥瓜是未開 已經爆了出來 所以是不知道怎麼吃的 可能是這樣吃的 是已經爆了 爆了醬汁 我都不知道怎麼吃這個 這樣一流心 重點就真的不是很甜 還有這個 整個都是非常適合 但是我已經搞到這個 搞到這個雪糕已經溶了 好 好大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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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朋友就試了這個椰子雪花冰 整體來說也不算很甜 如果大家想吃甜一點 就可以加多一點煉奶 剛剛就吃得比較狼狽 不再拍給大家看了 這個呢 試了這個叫做茶龍 我就沒有試到這裡的咖啡 回來試一下這裡的茶泰 即是那些泰式奶茶 我們沒有說什麼 只是點一個茶泰 它本身已經不算很甜了 比我們平常喝的茶泰 那個茶的味道是非常出色 除了咖啡之外 都是不錯的 這裡的食物 或者是我們就來吃了甜品 或者是飲品 整個體驗都是不錯的 平常我去咖啡店 可能只是喝這些咖啡的東西 但是反而這次特意試這些茶泰 它很棒 真的不甜 它有茶味又夠 或者奶味的那個 配合的程度 非常之好 都非常之夠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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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司機就說 他查到有一輛火車 四點半就會在貴河大橋那裡經過 就叫我趕時間一會就過去 這個就非常之特別的事情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有朋友仔和司機 他們一起在那裡說 我聽不明白 他們一起拿個電話出來 跟我解釋給我知道 但現在在每個社會的探索 探索 剛剛司機就說 在近障拉布里北壁府裡面 就會有很多這些Gems Gems 類似珠寶 在這條街的特辣那裡 全部都會找到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位置 就是貴河大橋的附近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北壁府一定會來到的 這個貴河大橋 大家都可能看到 整個貴河就在這裡 貴河大橋當然有它的歷史 就是一個死亡鐵道 就是在說 以前在日軍佔領泰國和緬甸的時候 硬要建一條鐵路 方便日軍去做事 方便去打仗 這裡犧牲了超過10萬人 才建成到整條鐵路 這個鐵路只不過是一個很短的部分 395座橋中間其中一個 但是他們原本用6年的時間 只不過是花了17個月的時間 就搞定這裡 這裡其中一條最大的一條橋 所以這裡就是比較出名的地方 所以很多遊客都會來這裡 去拍照或者打卡 其實跟美宮鐵道一樣 這裡有個紅色線 當然那條紅色線都差不多沒有了 可能大家看到就可能站在紅線後面 如果真的有車的話 那現在司機跟我剛剛問了 那個火車真的4點半會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哪邊來 現在就去等司機回覆我 看看是哪一邊 A few moments later 我就未來過 那麼我就不知道 貴河橋那邊的大橋 會不會比較危險 可能我就比較安全一點 這裡很清楚看到 這個紅白線 就非常之闊的 而我查回網上的資料顯示 這個SRT的火車 是由吞武里來往 這個北壁府的南獨站 而正確來說 應該是來回各兩班 總共有四班車 但是頭班車實在太早 由這一邊回去曼谷 可能大家都沒有計算在內 而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裡的SRT鐵路 是每一個班次都不同的號碼 大家看到這輛火車 就是259班次 入到北壁府已經是非常之夜 如果大家上早過來這邊玩 便回到257號班次 大約的車程就是4個小時多一點 我們來到這個這麼漂亮的桂河大橋 這隻KKD提供12小時的私家包車團給我 如果大家真的不想想太多 可能直接加入其他的團 都有類似的景點可以提供 就可以一次過就不用煩了 如果好像我喜歡到處去的 又想自己走完班行程 就可以選擇這個 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去的 北壁府的熱門景點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在影片的留言欄 可以去關閉連結 可以看看其他KKD 對北壁府提供的行程 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安排自己最適合的方法 我們相信已經來到最後一站了 因為我們的時間分配有點錯誤了 現在我們去完桂河大橋 過了一個4點半的火車 現在去不及那個虎月寺 即是那個虎乎寺 所以來了這個 這個就是Skywalk的Kajunabuni 這裡就會是7點鐘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 還夠時間走到這裡 剛剛在後面這個壽叫署 他又買了60元一位的一個票 無論是泰棍 我個人都是一樣的 60元下豬 這裡開到7點鐘 還不買呢 很重要的是 我現在拿著那個棍 就完全不能用的 所以現在呢 就帶大家上去的 那他就跟我說這個鞋 都要穿這個鞋套 這裡就這樣穿 很簡單 很粗暴的做法 這個 還有一些可以放在裸架的地方 那這個穿鞋呢 就跟我們平時的穿拖鞋 一模一樣的 這個就是一個 啡色的東西 有些絨的套 保護玻璃底 那我們現在 Let's go We find ourselves so far from It was not easy 這個呢 叫做Skywalk的Cajanaburi 那其實就跟那個 King Power 馬下勒礦一樣 玻璃底 我不看的了 其實都是啦 用這個 好像一些鞋套 就幫你套著玻璃 但是這裡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可能就是 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就是完全不敢看下去 所以這裡就稍微叫做 龜河大橋附近 叫做Cajanaburi 最新的一些景點之一 那這裡呢 可以看完這個 龜河 這個龜河 也是非常之舒服 而且風景都挺美的 因為這裡是開到7點鐘 所以如果大家已經走完 其他景點已經關門 就沒有地方去準備回程 也可以來到這個位置 去拍照打卡 就真的超級美 我們來到這個 Skywalk的盡頭 有一個圓圈 這裡就比較特別 就有這個 Miximum 只有15個人 剛才我等了很久 或者我已經拍了第二次 剛才我拍不到 我現在又要再擔心 又要走過這個玻璃底 因為這邊呢 下面是完全沒有支柱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可以走到最盡的位置 那個位置是最美的位置 這裡呢 我就看著這樣走就OK的 如果不然呢 我這樣呢 這樣看上去就麻煩了 因為這個位置就沒有處 而且它真的會有少少搖搖的 所以為什麼說它要 只有10個人可以上來呢 剛才看到是超過10個人 所以都比較害怕少少 來到這個叫做 最貼近貴河的位置 那就是呢 為什麼呢 你看到我跌下去就是那個貴河 現在就在貴河上面 最貼近 那我們就可以來到這裡呢 就去到這個 趁我還沒怕 來到這個 10個人 現在暫時沒有人 就來到最美的位置 對了 其實我已經怕得PK了 但是沒有辦法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貴河就在你下面 我也在身處的貴河 那這裡呢 是真的震的 有少許震 還有我的手也震著 因為都沒有那支棍 不可以戴上來的 那這裡就和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I'll be alright I'll be okay I'll be okay One day I'll be alright One day I'll be alright I'll be okay 最後司機就和我們說 如果5點多鐘這個時間回程的話 萬谷都是塞爆車 那他就建議在回程的時候 順便去中間這個佛統府的夜市 我身後面這個呢 他有很多人叫的 叫做靠敏宮 那我問了司機 問了很久 那我終於知道是什麼 其實簡單的說 就是炸蝦餅 司機和我介紹說 這裡呢 就非常之出名 那我叫我來這裡 嘗嘗這樣 那現在呢 就嘗嘗這個蝦餅 剛剛…剛剛炸出來的蝦餅 嘩 那個… 那個皮呢 是很鬆很鬆 那個蝦呢 是很爽的 那整個呢 雖然它扁了一點點 但是整個口感是很正的 那司機就現在在做醬汁給我試 直接來… 那些酸甜酸甜的醬 香港吃的那些是沒得比的 這個呢 那些蝦呢 那些味道完全不同的 它是鬆的 咬下去呢 也是有口感的 加上那個醬汁呢 始終在泰國也是剛剛新鮮炸出來的 這個真是超棒的 那聽說師傅說呢 剛才要說 那個唐人街那邊 也有這一間 但是這一間是正套來的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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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爆到到處都是 超棒這個 這個 也是在佛統這個夜市非常之出名的東西 嘩嘩 嘩 哈哈哈哈 這個呢 就剛才說過那個炸來炸去的海湯 那我看來看 就是蠔餅 那我看了很久翻譯 師傅終於說到就是蠔餅 那我現在就嘗嘗這個 正宗泰式蠔餅 你看到那些蠔呢 一隻一隻這樣呢 就很大隻的 就嘗試一下 就嘗試一下 那司機已經急不及待 叫我試下那些 那些蠔那些醬 那些醬 這個呢 就這樣大隻 還有這個 這個蛋餅 即蠔餅 這個試一下 哇 那隻蠔的那個味 真是很鮮 再加上那個蛋呢 剛剛炸完那個呢 你看到剛剛那般炸 那樣炸呢 真的很香 再嘗試這個食物 加上醬汁 很棒 這次不必虎一日遊的旅程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是第一次剪一個旅遊的影片 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意見 隨時在留言跟我們說 接下來也會繼續拍攝更多 泰國旅遊或者生活資訊的影片 分享給大家知道 感謝各位一直以來對我們的支持 多謝大家收看